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这个时候彻翼也出動了 我们看到这个周玉寇一直狂跳针 狂电这个柯文哲说 你确诊了 你怎么不吃药 不吃Paxlovy 那你不是说 当时也是你在喊很大声啊 不吃会死很多人吗 柯文哲你为什么不吃药 你开直播吧 你为什么不敢吃 给我一个答案 那柯文哲就回答他了 我绝对不会故意要断章取义黑人家 PCR要吃Paxlovy 要65岁以上 还要有糖尿病 心脏病等等 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65岁 那我是很听话的人 完全照SOP再走 我觉得周玉寇不需要故意黑人家 没有必要 那在此同时 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这个是中邮前执行长徐翰社滩 从他的住处收出了 2170万的现钞 钱多到满出来 在今天 贞结起诉 三个人 也是很刚好就在今天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不知道这也是一系列的选举操作 也就是呢 由撤一波脏水 或者是呢 像借由这样子 今天起诉的新闻 贪污新闻 来转移焦点吗 所以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 疫情烧到成风了 所以现在只好万箭齐发 移转焦点 新闻操作上面 如果蔡英文一个人的话 那当然新闻不起联谊嘛 没有话题性 那带着黄珊珊一起去 就是不一样的事件 因为他没有必要去捧一个民众党未来的可能台北市长人选嘛 所以其中就有各种奥秘可以让大家去分析 为什么今天蔡英文带着黄珊珊去 其实我们从昨天那一份公布的民调政治榜图的消长就可以看到 很奇怪 在民进党做那么烂的情况之下 当然他的民调是下降的 那摆的是上升 那烂的就是跟死水一样一动不动 跟上个月相比起来 因为4月跟5月比起来 那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疫情上面防疫不利的这个事件 所以民进党掉下来是很可以预期 但我必须要说摆的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因为摆的在我们解读民调上面 他其实是有点虚胖 因为你会看到那 国民党也是在监督的力量里面 但是没有反应在国民党的这个民调上面 那当然是全部都跑去摆的手上嘛 所以看到这份民调 我相信如果是民进党的人也会是这样解读啦 因为现在有一部分赌篮的票 不是从篮的流到白的身上 不是从蒋万安流到黄珊珊身上 是从可能陈时中 可能是蔡英文这些赌篮的票 留到白的身上 想说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嘛 所以今天民进党下来 白的然后民众党上去 大概就是这种赌篮的现象 那可是如果说继续保持这样的话 那撒卡都没有意义 因为假如说最后上场的是陈时中 陈时中大部分的票被 因为防疫不利的关系 不是留到蒋万安身上 是留到黄珊珊身上 对他们也不好 所以绿营当然是尽量的想说 黄珊珊多去拉一些蓝营的支持者的票啊 然后绿营的支持者的票就保留啊 所以为什么今天 蔡英文其实就是完全看随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的民调就是没有起色 他觉得说那 我是不是联合黄珊珊 第一个新闻的议题出来 跟黄珊珊在一起才有新闻 才有我们今天在争论节目上讨论 你带着黄珊珊到底是要干嘛 第二个是你把这些 因为疫情不利 赌了你民进党的这个选票 本来要投给民众党了 那看到他带着黄珊珊 然后好像又有诚意要解决问题 会不会稍微舒服一点 那这个舒服就是 因为我们说民众党其实是虚胖 他过去在民进党下滑 他涨了那么多 其实过去都是投民进党的票嘛 那在蔡英文这样子去安抚 然后做出一些在北荣上面 跟黄珊珊还蛮愉快的 承诺说中央跟地方 要一起携手来合作 其实就有有效的安抚这些 本来从绿的流失到白的这些选票 所以到最后还是选票的考量嘛 那至于刚刚我们所讲的 那个陈时中要去跟医护人员 会谈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上个礼拜 中常会国民党那种状况 是直接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征兆战胜症嘛 那当然大家会有一些反弹 今天为什么要突然的去跟这些 你也觉得是突袭式视察 应该是说他们突袭式的 就说那个我们医病比要增加 护病比要增加 本来一比五嘛 本来一个护理师照顾五个病人 在专制病房的时候 那现在调整到 你地区的医院竟然是一比十五啊 三倍 我等于是一个人本来照顾五个病人 变成说我照顾十五个病人 地区医院变成说照顾三倍的能量 那当然会炸锅啊 而且这是完全没有跟 护理师工会 没有跟第一线基层人员 讨论过后的状况 所以就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上个礼拜 中常会这样子 直接突袭式检查 那当然现在地区炸锅啊 医院也觉得我没有人力啊 那很多人其实 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护理师朋友 要嘛就等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确诊 我确诊我就不用去医院上班 第二个我已经准备好辞呈 随便放在那边 哪一件事情引爆我 随时就要丢出来 就长这个样子嘛 所以我们已经预测 可能未来会因为医病比的关系 或者是疫情防疫不利 人急报的关系 因为现在每天的确诊数还是很多 你要给药 你要去排PCR的人还是有嘛 你不能说现在已经用快筛取代 确诊然后PCR就完全没有量 去那个马街医院外面还是排一圈啊 还是有人有PCR的需求啊 那所以说当医护人员突袭式的 变成说我要变成照顾从五个病人变成15个病人 我会不会爽 不会爽嘛 所以今天陈时中当然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可能战战症候选人一样 一定要去拜访 一定要去倾听 那都是过去没有好好的去听第一线医护的情况 那如果说今天我其实可以预测啦 大概陈时中的态度以及我们指挥中心的反应 大概也是请大家供体时间啦 尽量忍一下 因为没办法啦 你医院的能量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 专责病房1比5的互病比 那其实真的 这个法规大概每间医院去查下去都是违法啦 因为现在医院就真的是能量不堪负荷 但你1到15你变成明明在那边 就变成有点予取予穷你知道吗 就是地区医院的这个长官可能会说 你就我们就规定1比15嘛 所以你就而且因为这个互病比提高 其实环环相扣连动到的也就是你死亡风险更的增加 那尤其呢现在像家长更担心了 因为身边的这个像自己的宝宝没有办法打疫苗 那5岁以下怎么办 打不到啊无法打啊 所以今天呢就有记者在记者会上特别问这个部分 那他们是说卫福部还在审6岁以下BNT跟莫德纳的相关资料 那石松阳说 18岁以下儿童确诊是占20% 重症死0.03% 然后并没有高到国外的数字 那家长也不用过于恐慌 所以这个杨明他现在还是在颁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说 0.0几0.0几啦那家长不用太恐慌 可是我们昨天也有讲到 对一旦碰到了那个什么是0.0几那就是百分百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在云林 有一位6岁女童也是重症还在家务病房急救 对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以这个你说这个五位这个儿童死亡 那像今天公布的这个76位 死亡的这个名单里面 好像还没有那一位4岁的女童 有一位 还没加进去 对就是他是20好像是20号还是21号往生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 某种程度还是失真的 就是有很多其实他已经往生 但他并没有被公布出来 那指挥中心就当中没看到吗 你现在死亡率还没加上这一个 那加上而且除了云林 昨天这位这个重症的这个儿童之外 我听到昨天新北也有6岁的小朋友 也是一样重症住进ICU 也还没有记录现在的统计数据里面 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 你看昨天我们在讲这个疫苗的时候 其实大概你就可以预期到今天就是 因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台北是明天各个基层诊所 他们有一个预约系统嘛 明天才可以开打这个5到12岁的 这个儿童BNT 结果新北是今天开打 那会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台北的有些家长他急着要打的话 他就到新北去排队啊 然后呢你到新北又没有这个预约系统 所以新北是怎么样 各个诊所自己 比如说他就自己公告说 几点开始施打这个儿童BNT 然后呢几点可以开始排队 发号码牌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县市 今天开打的县市 几乎都在排队 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排队 你知道很多人就讲 有政府会排队啊 有这个政府我们人民都要一天到晚排队 怎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不能 如果今天你看唐凤那么厉害 为什么之前那一个所谓的疫苗的预约系统 为什么现在又不开了 对 为什么1922那个用健保卡去预约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现在又变成台北有预约系统 其他县市没有 每一个县市有每一个县市不同的逻辑 每一个县市开打时间都不一样 好比如说基隆 基隆他们是要学校先开打 就学校统一接种的先开打 结果呢 这个一般的那个就是诊所呢 要等到学校开打后半个月才会开放 那基隆的家长如果等不及 他就跑来台北跑到新北去打 就会变成这样嘛 那同样的状况发生在很多县市 今天儿童BNT开打的这个诊所 很多县市都有 但没有的县市就得要往外县市跑啊 就是这样嘛 为什么因为家长会担心 就算今天是十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 那个一 如果今天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 任何一个家长都不愿意看到 所以他们当他们发现说 这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疫苗的时候 能够施打我赶快打 这就是这是人性啊 是啊可是你一直告诉家长说 不要恐慌不用恐慌 然后当然我在这边 我其实我也要呼吁一下 这个所有我们荧幕前面的这个家长 到这个第一线的基层的诊所 其实他们很辛苦 我们的基层诊所的医护 你看明天他们又要新增一个任务 叫做快塞羊 要经过医院医师的确诊 诊断才能够 这你知道他们基层的医护已经有很多任务了 现在又要多一个 loading更重 对又要多一个任务 所以大家其实互相体谅 每一个诊所 每一个基层诊所 最多最多分到也不过就拿几瓶 一瓶大概可以打十个小朋友 那大概也就是几十位小朋友的这个量 所以如果今天排不到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大家稍等一下 那我觉得政府其实中央政府有责任 把这个乱象给舒缓的 你不能说 因为老实说他们都说 啊疫苗很够啦不用怕啦 那你为什么不一次发多一点下来 就是啊 你他又在那边说下一波要转到这个 5月28还是29 春天陈时中还在讲疫苗够啊 没有都都会说够 可是你第一波发下去的就是这么多 就不够嘛 对所以那个施打率 而且你看因为他有保留一大堆 是给所谓的校园接种 好那校园接种又有一个状况 其实很荒谬 理论上你看如果今天是5到12岁 对 你知道他们认定的12岁是用什么来认定吗 是用5月16号来当界限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是5月15号出生 你不能打这一波的校园接种 你要自己去外面打 因为你是12岁以上 荒不荒不荒谬 很多的12岁的小朋友 他才他11岁又11个月又20几天 对 你知道他因为他是5月15号出生 他现在还在读国小六年级 不能打校园接种 他们做指挥东西他们定义就是这样 满12岁要到诊所去打 要12到17那个用那个成人BNT 不能打幼童的BNT 你看 这些细节 昨天我看到这个你知道 昨天有一些那个医护团 那个有一些家长的团体 还有这个有一些老师的团体在分享 他们在讨论这些 对因为因为自己的小朋友如果没有办法打到 就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在学校啊 为什么不能用校园接种 很抱歉因为你满12岁 12岁要去成人 已经不服资格了 对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这种莫名其妙啊 理论上你如果是用12岁 你就国小六年级以下全部都适用就好了嘛 不行你要你要变成成人版的 就是我记得我说我都不懂 这个政府都在追追一些很细很细的细节 却让很多人民变得很不便 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高雄的确诊连续两天都超过台北市 所以这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跳脚啊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台北市很多黑素好不好 北市呢 北部受实验室量能影响会出现黑素 北市的数字据裁检时间是大约落后两天 哇他立刻戳破陈时中国王的新衣 陈时中不是说控制得宜吗 陈其迈直接告诉你 就是黑素啦 就是检验量能不足啦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 陈时中有啦 他有认了黑素 但他是几乎不认 检验量能不足 那他完完全全这一次是被自己人打脸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陈时中呢 还是继续在投书全世界的媒体 因为可能是这520这一波 这个他已经是这种 国际大内宣已经大满贯了啦 因为老早就已经排好这些 这个文宣内容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是 英国大报每日电讯报 他里面呢还是在讲说 台湾防疫很棒啊 所以呼吁世卫组织呢 一定要让台湾加入 因为可以受益于台湾的专业能力 而我们前副总统陈建仁呢 他就提到了说 最近许多外国媒体访问问的问题就是说 台湾防疫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 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高的公信力 所以他说陈时中是不简单的领导人物 公信力 可我们刚刚一路听下来 不是就是让人民你知道吗 自主应变甚至自生自灭吗 兵哥 可是他们说是公信力 陈建仁你在胡扯吗 最近外国媒体追着你问的 应该是台湾防疫为什么会破功 为什么你们说超前部署都没有准备 为什么什么东西药块塞没有 药医疗量能没有 药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人家是问你这个 可是你装死听不到而已 不是吗 好意思叫自己这是什么鬼歧视 这丢人 那我就觉得 陈其迈很好笑 怎么样 很 但有人在怪你吗 台中的确诊量最近也起来了 很高啊 那有人去骂卢秀燕吗 没有啊 为什么高就高吗 很正常所有人都知道会高啊 因为大家都在高嘛 那你高雄之前比较低一点 你现在突然高起来 你面子就挂不住了 就在那边鬼扯了 你看他这几天扯了多少奇怪理由 什么我们很多都从北部跑回来的啦 然后什么北部检验有黑数啊 北部医疗量能不足啊 什么鬼扯一大堆 他很不服气耶 这有什么好不服气的嘛 有人确诊 确诊又不是你的错 老实讲 现在防疫主义中心又没有三级警戒 可以让大家到处跑 是的啊 请问一下 这种都很正常啊 请问一下谁能够防止不确诊 所以确诊没有什么问题嘛 你在紧张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老实讲 现在抓的确诊数越多越好 为什么 他越多就越容易受到关注 他自己也会注意到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能够让他免于进入重症或是中症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为什么要怕抓出确诊的人来 这到底什么鬼心态 亏你还学公卫 那公卫是用鸡腿换来的 不然那个专家学会到底怎么来的 真的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那再来你说北部有黑素 难道从南部就没有黑素吗 是啊 你以为南部的 我跟你讲今天马上就有人爆料啊 说南部一大堆 尤其是高原工业区 那边一大堆系列的直接讲 你们确诊也不准讲喔 盖牌 对啊 你快晒养就装都不知道 在家自己休息 正常 在家休息 对你在家休息 休完等了7天你自己在 但是不准给我去报卷诊 不通报 不通报 因为他一通报可能整个公司都要完蛋 对啊 所以干脆大家都不要通报 那请问一下这是不是黑素 那你以为 我要持平的讲 你以为只有高原工业区才会有 错 全台湾都一样 我跟你保证 一大堆公司都这样 很正常嘛 老板不想损失嘛 员工不想失去工作嘛 员工不想没钱赚嘛 都是这样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再来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防疫组织中心 你现在确诊了 我也没打算对你干嘛 就叫你自己关在家里而已 什么我也不会给你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所以我干嘛要告诉人家我确诊 因为上面的政策就是这样 所以下面的对策也就是这样 而且是陈思忠叫我们自主应变喔 我们是奉旨办事喔 不是这样吗 真的在应变啊 没错啊 本来就是啊 就随人够小名啊 我们大家各自逃生啊 不然怎么办呢 所以陈奇迈到底在 在那边紧张什么 在那边撇清什么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撇清的 那好你说北部因为有黑数 那请教一下 你连台中都超越你怎么解释 是啊 那请问你解释给我听啊 还是台中也常逆黑数一大堆 就你高雄没黑数 我都觉得这应该讲的应该是谁 黄伟哲咧 那黄伟哲现在都还不到六千 那你要讲什么 那黄伟哲也没有出来嚷嚷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够 我不是说黄伟哲做得比较好 老讲搞不好黄伟哲也是黑数一大堆 这谁也不知道 可是去扯这个东西真的很无聊嘛 那陈时中就更低能了 明明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说 台湾到底怎么了 你们到底怎么部署了 可是你有发现他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两个礼拜的投书 全部都是台湾好棒棒 我跟你讲因为这些投书都不是现在他突然想到投书了 早就排好了是不是 他那个都早就排好从土耳其啊 对 然后什么纽西兰啊 像一路这样子 那个是早就可能半年以前就已经买好的公关 他不update一下喔 他不会觉得这样子很糗吗 不会啊 没有啊他们不觉得糗啊 你要知道对很多支持 陈时中支持参议委员来讲 哇台湾就露脸了 因为你知道这些智障他们会认为是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会认为说投书就是真的 因为陈时中文章写得太棒了 所以人家抢着灯 屁啦 那是花钱买的好不好 朱台认为他是投书了 投你的头 自如行销就自如行销 不要每次都讲那么好听 投书了 笑死人了 不信你陈时中这么厉害啊 你台湾防疫中的主委官 台湾防疫第一名啊 有啊陈建仁就说他是不简单的领导人物 不简单啊 脸皮厚到不简单啊 如果陈时中真的这么强防疫这么厉害 那是医学界典范啊 你赶快投出医学期刊 去告诉大家台湾怎么做 把步骤全部写出来 你看这些医学期刊 会不会收你的文章 不可能会嘛 因为那个根本是垃圾嘛 没有人要 那陈建仁并没有讲座哦 陈时中确实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那陈时中投诉里头有一段内委也是没错了 也就是台湾的专业能力确实非常厉害 什么专业能力 专业宣传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比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厉害异常 因为你看哦 陈建仁有提到一个 台湾的疫情组织中心 为何可以得到这么高的公信力 为什么 理由非常简单啊 因为他们花钱买了一大堆的1450啊 他花钱洗脑民众啊 把台湾民众耍的都跟白痴一样啊 防疫组织中心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全部都跟着一起走啊 你看这种专业能力世界各国政府都没有吧 你看当初欧美疫情大流行的时候 是不是怨声载道 每一个民众都把政府骂了个半死 然后政府叫民众干嘛 民众就不要 哎台湾都不会啊 台湾一片祥和 台湾大家都说政府好棒棒 只有我们这些乌鸦嘴在那边扯 对不对 其他的都是政府万能 政府万岁 政府说什么就跟着走 这种专业能力啊 我跟你讲台湾世界第一 这没话讲 专业唬人的能力 那全世界政府要学吗 你们想学吗 但是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如果真的想要学这个 陈思忠还不是最厉害 金正恩更厉害 想办法去跟金正恩学吧 加油金正恩不用钱 而且他会教你怎么样物理治疗新冠肺炎 人民现在水深火热 我说在台湾 来看到立委高金素梅呢 他说这是一场人民与政府的拔河 他提到了说缺快筛啊 一记100元快筛排队买不到 就只能买180的 每天确诊八九万人 只投药1000人 没错我们刚刚还在讲嘛 昨天的投药是9%而已 他说不给筛不给药 政府在想什么 鼓吹这个何美香发表的 疫苗加确诊免疫论 那总统是要让全民染疫来防疫吗 另外来看到对经济 对商业活动影响有多大 5月14号Google人流变化 零售店的休闲设施减少43% 公元减少62% 大众运输减少56% 上下班交通运量人流少了50% 像今天早上我的这个 固定载我的电车司机受不了 他跟我说 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去跑防疫计程车 因为他真的撑不下去了 他每天这一个月来生意奇差无比 昨天早上大概9点钟带我来到内湖公司之后 他刻意在内湖绕了一下 他待到了11点 一个客人都没接到 那他还是不是个人 他是台湾大车队好不好 那他就说他实在没办法了 他这样子真的完全撑不下去 再加上家里面呢 又有亲人确诊 所以高金属没说 疫情爆起 政府放生人民 那被放生人民自主降低活动 为了保护老人和小孩 就是付出这么惨重的 经济代价之斗 所以陈时中在那边吹牛 投书说他做的多么专业 做的多么好 其实现在看起来 都是丢了面子的事情 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怒不敢言 指挥中心做的那么烂 全靠什么东西 人民自救啊 我相信以台湾人民的素质 不管是英国日本哪个 他们防疫指挥官 来做陈时中这个位置 八成都做的差不多 因为像各国 我们过去看到 他们国家在宣传 戴口罩的时候 是一群人出来游行抗议 说他们不想要接种疫苗 不想戴口罩 那台湾人是怎么样 台湾人就是跟高金委员 讲的一样啊 我们自主减少50%的活动 不要出门 不要出门 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戴口罩 这些是陈时中搞的吗 陈时中一开始指挥中心 还跟大家讲说没有病 不要戴口罩 所以如果不是人民自救的话 凭什么有那么好的成绩 又或者是今天陈时中 摆一颗西瓜在那边 每天看着数字 然后报时钟 那其实我们生活感觉 没什么差异啊 像陈时中之前接触 确诊者 我就想说那一段时间 试试看去休息一下 搞不好我们的防疫 也会做得不错 就可以证明了 陈时中摆在那里 就是没有 是一个吉祥物 不是说他没有作用 至少他每天还可以 讲一下干话 娱乐一下大家 还有这个报时的功能 那至于说刚刚讲 我认真觉得 像陈其迈讲他们高雄 为什么那么 因为大家都要选举了 然后大家其实也一直自夸 自己防疫成绩 民进党自夸 陈其迈也自夸 那他当然是不想要 他要跟台北相提并论 因为每天的政论 结束都在骂双北 说双北确诊数就很高 然后黑素特别多 他当然嘴上他是不饶人 他觉得说 那我今天数字被超越了 尤其 数字就是特别容易被 人家拿来做文章的一个 最显性的一个标准 那我是觉得 那个陈其迈真的是 风起啊 连陈时中都咬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黑素 又或者为什么会 今天 黑素这个数字 其实全台都有啊 必须要讲 除了有像焦糖哥哥那种 狂信者 说不然我们就赶快 私下传染 那不然就是福音 陈时中 那个指挥官所讲的 你不塞就不会出事嘛 所以一天到晚 充斥了这些黑素 一天到晚有人 还积极的要去染疫 这些不都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吗 所以你在民主胜地高雄 所以陈其迈真的是不要 在那边讲说 台北有一堆的黑素 我觉得高雄应该是更多 那 现在撤不出来 我觉得现在每天报数字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 就是这样子嘛 筛检量能不够 黑素的确是有 那 就是等到7月底吧 我们就从那个民调数字看起来就知道了 所以陈其迈也不用太紧张 不用怕陈时中啦 因为陈时中反正他 接下来也不会到高雄去抢你的位置嘛 你也不用在那边嘴上不饶人 反正 现在全台都是有黑素 这个黑素是民进党政府 作为中央执政 没有心想要处理 也不想要处理 反正现在就是摆得烂 就跟我们高雄树美委员讲的一样 如果不是靠民众自救 靠这个政府的话 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全民不到染疫 然后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人民有自觉 然后人民 我觉得要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防疫可以做的那么好 那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民进党政府干嘛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 把在野力量监督好 把民进党的政府该做的事情 把它处理好 然后去支持监督的力量 这样我们就做得更好 国民党自己这一局要怎么解 我们来看到在桃园的部分 党中央强推张善政选桃园 那当然现在努力在善后 拼命在善后 可是昨天呢首场的公开拜会 就出师不利 那要拜会这个议长邱益胜嘛 结果呢说没约好啊 那今天拜会的是赵少康 那争取战斗篮支持 那赵少康说 张善政是好牌 不会被打烂 既然提名了 他就要支持党提名人选 对于桃园地方反弹 相信朱主席和张院长 有处理的能力 今天下午赶往桃园 拜会鲁明哲 万美林 那么在明天早上呢 张善政要合体 罗志强两个人一起在桃园行脚 好那据说呢 其实在昨天要拜会 邱益胜这一局 虽然说吃了个闭门羹 但其实这个牵线的是谁 是吴伯雄 老县长吴伯雄牵的线 不过因为后来那个时间 可能真的是没有巧好 最后呢 邱益胜以主持议事为由 建议再另外约时间 所以他们才开玩笑说 现在除袭征召之外 还来一个突袭拜会 那包括你说你要去找谁 看谁拜会谁 这些消息全部都是空降的 所以黄伟汉就分析了 他说有三个不该 第一个不该就是 朱立伦找锁定张善政 他就不该放任罗志强 此议员买房子签户籍 不该让驴林宣布 参选挂广告钱都花下去 也不该让人告诉鲁明哲 马上要征召你 你要做好承担准备 第二个不该是事前 不多想提名之后 再来公开道歉 伤害造成有意思吗 第三个不该 张善政不该发采访通知 公告全世界说 我要去桃园见邱义长了 他说拜会一定要拜会 不只拜会 还要拜托肯托 但是你不能叫记者 约都没约就通知记者 拜会邱义胜 你让邱义胜就算想见你 也拉不下这个脸 下不了这个台 那怎么办呢 大家还是要有台阶下 那会怎么下台阶呢 杨明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时间 当然我觉得前面讲的嘛 就是说你怎么会要去拜会 尤其是像议长这种等级的人 就是说他基本上 对你的这个参选是很反弹的 那你怎么会先告诉媒体 我明天要去找他 我明天要去找他 他先发采访通知 对 这个就是完全错误的政治操作 如果今天你是真的认真想要解决 或是说想要跟他化解 这个所谓的一些误会也好 或误解 或是说希望争取他的支持 我相信在台面下 因为现在传出说是这个 吴伯雄搏工 有在帮忙做这个联系嘛 那其实老实说 上个礼拜这个张善政 他一些动作 包括去见吴伯雄也好 去找陈学胜也好 或是这些相关桃源的地方的人士 然后再到这个礼拜 比较是慢慢走入所谓的深水区 那表示这个他是有人在帮他串的 但是为什么还可以把这个事情搞砸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张善政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 你要说他是一个门外汉 我觉得也OK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只有一个选副总统的经历 副总统他不是在一个选战里面 他不是一个主帅 那过去他在行政院长也好 或是说这个政务官 是没有这种所谓的选举经验 没有所谓政治操作的经验 所以很明显他的幕僚 我觉得目前他的幕僚 身边在帮他操盘的人 是不及格的 如果是朱立伦的人 在张善政身边帮忙 我想这个可能目前是 害张善政的程度比较高 因为事实上大家你都发现 其实很多蓝银的朋友 对张善政个人没有负贫 他们都会觉得说张善政人不错 那他们否定的是朱立伦用比较 所谓的不透明不公开 也不沟通的方式去直接征召 那所以当你今天 你要克化解这一波 除了道歉 你看这个主席秘书长张善政 都道歉了 可是呢 你接下来要去做的 理论上是要底调 理论上是要先见到面 然后呢再对外讲说 我问你那来不来得及 因为徐晓鑫昨天在节目上讲说 六天了 今天嘛尊七天 今天六天 关键六日 倒数黄金六日 为什么 因为6月1号这个朱立伦要访美了 去美国回来是七月的事了 所以这六天来得及吗 朱主席赶快 其实我觉得不用在意朱立伦 这个时间什么 他的行程安排 反正是张善政 对对对 因为很明显嘛 如果今天朱立伦带着 张善政去桃园跑 我相信可能是扣分 以现在现阶段这一些 包括邱医生也好 包括吕玉玲也好 还没见到人 如果你旁边还有一个朱立伦 不是更气吗 所以不如让张善政 你好好的 老实说你第一次没有见到没关系 人家过去有这个叫三顾茅庐 你三顾五顾八顾 你总是要见到面的 不管是吕玉玲也好 你看吕玉玲的委员 他昨天其实是释出善意 他说他也沉淀了 他放下情绪了 放下情绪 然后呢 他说他排除了托党参选的选项 这是一个正面的讯息 所以对蓝银来讲 目前是朝向团结 但是团结就能胜选 是一个问号 因为事实上 现在你看就像这个绿营的朋友 比如说这个郑云鹏 昨天我访问他 他就说 如果国民党还认为 桃团是蓝大于绿的话 那这个心态 他们是必败无疑 就是你不可能再把桃团 当自己的地盘了 你必须要更谦卑 更谦虚的去经营 所以如果今天张善政院长也好 或说这个参选人也好 他经营 你在经营桃团 你先 你能不能够安抚住 就好像一个小时多前 他才跟这个 鲁明哲跟万美林 终于这个见到面 那当然这两位其实是 相对来讲反弹力道最弱的 对 他其实是某种程度 党提名谁 我就支持谁 好这两个你见到了 下一步你会见谁 你要怎么见 不要变成是媒体秀 这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把邱义胜 李玉玲变成你的棋子 不要变成是拿来做秀的工具 这些地方政治人物要的是尊重 你不能玩这种就是采访通知先发出去 然后呢 结果呢对方说 没有啊根本就没有约好 然后呢你到了现场17分钟前 才告诉媒体要取消 你又变成在耍弄地方媒体 你一次 没有得罪媒体了 对你得罪了议长就算了 你还得罪了这些地方的媒体 你这样你要怎么选 所以我说这个幕僚 如果今天不管是谁 谁在操盘 我劝张三振把这个操盘人换掉 赶快找一个比较可以信任的幕僚 因为我相信 这绝对不会张三振自己约的啦 这一些精密的操作 你在玩这个选举 在一个党内的团结的过程中 绝对不要玩这种小把戏 那当然讲到朱立伦 他出国就出国啦 不重要啦 朱立伦在这一局里面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烂摊子 丢给张三振了 让你好好善后 好那刚刚杨明说 那接下来要见谁 反正明天是罗志强啦 消息很早就发出来了啦 明天早上两个人一起醒脚啦 在桃园 好那因为到后期 其实知道就是 罗志强跟邱益胜 好像也还不错 关系也不 就也蛮好的了 所以我们有在想说 他是不是要透过罗志强来搭桥算了 会不会可以建议建议议长 那会不会反而罗志强 也成为一个善后的关键角色 丁哥 我倒是觉得 张三振要见邱益胜 其实没有那么难 重点是 因为你在整个消息 还没有 你们没有正式进行之前 就让消息曝光 我觉得让邱益胜很难做 所以他才会用其他理由把它挡掉 所以也是方式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就是 我觉得朱立伦这个时候要出国 反而是一个好事 最好他出国的时候 虽然把他那些幕僚 撒布鲁全部带走 我觉得最好 因为这些人就除了乱之外 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从朱立伦上台到现在 你看每一次朱立伦部署的东西 到最后搞的一团乱破绝 都是这些幕僚干的 拼命不断的在外面放话 拼命不断的在搞7.3 都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如果拜托求求你们 赶快跟着朱主席一起到美国去吧 去开阔一下你的视野 去散散心都好 离开这个圈子 让其他人来玩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好搞定 其实张善政没有这么难的 为什么 因为他跟韩国瑜关系其实不差 他跟马英九总统关系也不会太差 那实际上只要 张善政善用他自己的关系 根本不需要出力人出手 我觉得他要跟邱一胜碰面 一点都不是难事 那邱一胜其实 我觉得他要的是一口气 他其实并不在乎 因为他自己退选之后 他就已经没有很在乎 到底是谁选了 那重点是你对他的尊重 太重有问题 那罗志强现在 愿意跟张善政善碰面非常好 至少表示初步 罗志强这边没有争议了 他甚至愿意帮他去服选 或者什么 相忍卫党啊 顾全大局啊 那展现一个团结的态势 就是对国民党来讲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希望张善政你 你秘密的去跟邱一胜碰面 秘密的 秘密的 然后与此同时 你要秘密也跟韩国瑜 跟马英九总统碰面 都是秘密的 对全部都秘密 台面下 因为这很多事情 你本来就没办法跟媒体讲 所以你去 谈而皇之后去曝光干什么 你应该是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打点好 博公这边也拜托 全部都去弄 全部都全部都谈好之后 然后干什么 由马英九总统 带头出来 甚至到时候追论主席回来 全部蓝军的一字排开 在那边告诉大家 我们桃园整合好了 我们大家蓝军 虽然过去有这么多风风雨雨 我们蓝军一条心 就是认为张善政是我们最理想的候选人 然后一起打拼 希望桃园的民众 再给国民党一次机会 用这种方式 不要再用 像我昨天在那边讲的 还用什么穿韩粉夹克 在那边影射啊 什么鬼 你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你明明有这些人 这些人又不是你请不到 你就真的到时候把马英九 把韩国瑜全部都请来嘛 一字排开在那边嘛 告诉大家 国民党就是在桃园一条心了 罗志祥也在那边嘛 然后甚至鲁明哲 万美林 邱一善全部在那 那就没话讲了吧 对不对 你在见风插针就 就没有什么好做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局面 其实就有的拼了 是 因为 你要知道 你现在一个一个巨团 你一个月开记者会 我跟你保证 1450马上会动 就开始 你看他们之前又有心结 你看这个肥 一定百分之百会 但是如果你一次 全部都一字排开 那我就觉得 人家要讲你的话 机会就少 而且前面都不要先对媒体公布 也可以减少你被打击的机会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 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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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